日前丹麦自治临法罗群岛离英国海岸不到500英里的地方 近100头鲸鱼被捕杀 其中包括鲸鱼妈妈和腹中的小鲸鱼 环境保护组织英国海洋守护者组织拍下了岛上捕鲸的照片 据海洋守护者组织称捕杀者乘船追逐鲸鱼群 捕鲸活动持续了5个多小时 死亡鲸鱼总数达到94头 包括5头怀孕的鲸鱼 由于缺乏文件支持 鲸鱼还未被视为兵威物种 该组织拍摄的其他照片显示 鲸鱼残骸被侵倒回海里 一些人质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据海洋守护者组织的一名成员说 这不是今年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每年渔民们都会为即将到来的岩东提前做好准备 在法罗群岛捕杀成群解队的鲸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